以色列和伊朗这对宿敌之间的军事冲突越来越激烈了 5月初双方还在叙利亚南部互射导弹 以色列更是触动了F-35战机 对大马士革地区的多处伊朗军事基地进行轰炸 导致伊朗损失惨重 不过以色列并不满足 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 伊朗陷入了内忧外患 以色列认为这是个打击伊朗的绝佳机会 据海外网5月31日转述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消息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不同场合表示 将对包括戈兰高地、大马士革地区在内的 任何伊朗军事设施和军队采取行动 不过伊朗一直坚称 自己只是派出军事顾问培训大马士革军队 并无他求 5月份早前 以色列国防部长曾格空喊话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要求其将伊朗的军事力量从叙利亚境内尽快撤走 因为伊朗的军事存在只会让叙利亚局势火上浇油 最近以色列和伊朗一直处于敌对状态 以色列还空袭了大马士革地区的伊朗革命卫队 事后 以色列一位高官表示 必须要抓住机会摧毁伊朗在叙利亚的任何痕迹 由此看来 以色列时刻准备着要对伊朗所有军事设施动刀子 这里面最耐人寻味的是俄罗斯的态度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日前表示 为了中东地区和叙利亚的和平 在叙利亚南部的大马士革附近应该全部撤走军队 虽然俄罗斯没有明确指出要伊朗撤离部队 但言外之意是 俄罗斯不支持伊朗军队在大马士革的存在 一旦伊朗和以色列在此发生冲突 俄罗斯未必会予以支持 要知道 以色列军队是全球精锐军队之一 建国以来先后参与了五次中东战争和数场小型冲突 实战经验丰富 而且以色列军工企业发达 军队武器都是高精尖装备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 以色列就以伤亡五千人的代价打败了 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三国联军 三国联军为此损失了六万人 还被以色列占领了本属于叙利亚的领土格兰高地 因此当以色列空军进入叙利亚空域后 就连俄军也不会随便反击 这中间既有美国的因素也是伊朗的原因 伊朗军队号称五十万 但装备方面明显落后于以色列 尤其是空军跟以色列不在一个档次 在失去制空权后伊朗没有报复以色列的能力 所以伊朗和叙利亚面对以军频繁空袭 也不会轻举妄动 凭借着超强的实力 以色列才有底气不断挑衅伊朗 但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名声不好 为了迎合美国的中东战略还需要保持低调 但现在形势大变 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 伊朗国际环境险恶 为此开始寻求发展核武意图自保 这等于犯了以色列的大忌 因此以色列随时准备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但考虑到俄罗斯再给伊朗撑腰 一旦起了冲突 军事行动就会受阻 因此以色列对俄罗斯展开了外交游说 现在看来效果似乎不错 在万事具备指欠东风的情况下 以色列早已按捺不住了 公开站出来向伊朗宣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